如果你一直把神的話語 把這些道德標準 一直在定罪別人 你就算住豪宅 夫妻的關係還是冷靈 去到工作 也是吵吵鬧鬧 烏煙瘴氣的 因為一句話說得合宜 說得有智慧 像金瓶放在銀网子裡 他們就說耶穌啊 我們要不要找那個劉文聰來 讓他放一把火把這個純樓燒了吧 你就想像你眼中呢 有一個那個阿里山的神木貫穿進去 你的旁邊的人是那個木屑 那你要幫他清嘛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樹幹 在你的眼睛裡 我幫你進 他也被你那個樹幹撞到 當你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的時候 不是只是很好 你就要給別人 你覺得很好 你要先確定這件事 不然對他來講 你就是論斷他 那最後你還被反咬一口 很好的東西 不見得對對方的傷害 要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 很特別 今天的題目叫做 豬可以吃珍珠嗎 這是非洲豬瘟的主題 這個其實是來自於 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到六節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 大綱上主題經文 我請同工來念 然後我們認真來聽 今天的主題經文 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六節 你們不要論斷人 免得你們被論斷 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 也必怎樣被論斷 你們用什麼良器量給人 也必用什麼良器量給你們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對你弟兄說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這假冒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後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把聖物給狗 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珠前 恐怕他践踏了珍珠 轉過來咬你們 我們過去講到天國系列的信息 已經結束了 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 所以一路我們現在進到 第七章的開始 但第七章的開始跟前面有一點不太一樣 有一種好像另外開了一個主題 特別提到了現在我們剛剛念的這個經文 就是不要論斷 我們就發現 其實耶稣有個用意想要告訴我們一個真理 就是一旦當我們想要把天國活在人間 想要宣告像主導文說的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時候 我們生命當中 尤其是基督徒 我們生命當中有一個罪人的本性 是攔阻天國可以行在人間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論斷 論斷會讓天國很難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講完了第五章第六章 神就有一個好像很清楚的轉折 特別要提到這個 因為有很多的基督徒拿著神的話語 尤其是在耶稣的那個時代 有一群人叫做文士跟法利塞人 他們拿著神的話語 到處的控告別人的行為 你這個做不好 你那個沒有符合神的心意 你這個不對 那個不對 他們花最大的力氣 都是在判斷哪一個人 有沒有符合到聖經的標準 有沒有符合到我們行為上的標準 所以如果沒有符合 你就是沒有資格成為神的兒女 像這樣子的人比比皆是 所以到連耶稣來 他們都想盡辦法想要抓耶稣的把柄 想盡辦法想要告訴耶稣說 你這個做錯了 你那個做錯了 你想想看如果耶稣活在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那祂大概每一天祂的名字都會上 热搜的頭版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罵祂 每一個人都想要指責祂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高標準 想要告訴祂說 你這個做不好 那個做不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過 如果我們這群基督徒 來這裡信主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得著了一個標準 然後回家指責丈夫這個做不好 指責孩子這個做不好 指責太太這個沒有達到標準 去到公司就好像那個掃射一樣 這個同事你也覺得不好 那個部門你也覺得不合 假如我們基督徒拿信耶稣的最大目的 就是拿這些神的標準來 一直控告別人 你想想看 我們絕對不可能在我們的家跟工作 職場人際關係 你每去到地方 真正帶下上帝國度裡面的豐富 反而其他人會更加的反感 不是嗎 所以耶稣在天國第五章第六章 講完第七章一開始 先提醒我們這件事就是 你們不要論斷人 免得你們被論斷 耶稣語中心長地說 這段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說 難道當你在論斷別人的時候 你經歷過他的人生嗎 難道你在批評他的時候 你有想過你自己嗎 當你一個指頭指別人的時候 其他四次在指你自己的時候 如果我也把你心裡所想的那些黑暗 跟你沒有人看見你 你做的事情放在大螢幕上 你承受得起嗎 耶稣說 拜託大家 不要這樣子 不要把我們所學習所得著的 好像一副很優越感的 想要強加別人 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反而是 當你要戴下天國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句話 三經裡面有一個很寶貴的話 在真言 二十五章十一節 我們大家一起來念好不好 很重要 所以我們念兩次好不好 十一節 來 一句話 說得合宜 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再一次 來 一句話 說得合宜 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耶稣說 如果你們真的要戴下天國 你們要有智慧的說話 好像一個金蘋果 放在銀網子裡 你知道 這個想起來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藝術品 放在一個裝潢 很精美的豪宅裡面 是一個很美的 意思是 如果你有智慧的講話 你的家不管住在哪裡 都會像豪宅一樣 有好的氣氛 相反的 如果你一直把神的話語 把這些道德標準 一直在定罪別人 你就算住豪宅 夫妻的關係還是冷冰冰的 你跟同事 去到工作 也是吵吵闹闹 烏煙瘴起的 因為一句話 說得合宜 說得有智慧 像金蘋果 放在銀網子裡 所以今天我們透過這段經文 我們來學習三件事情 到底怎麼樣能夠 胜過我們很愛論斷別人 批評別人 說好說歹的這種 歐巴桑性格 然後讓我們能夠 就是樂住自己的舌頭 然後不要什麼東西 我們都很想講一句 很想罵一句 很想說一句 然後今天我們就來學三件事情 讓我們來看到 怎麼樣能夠真正 把神國度的豐盛跟美好 帶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Amen 好 第一個請你寫下來 當你在論斷的時候 其實你是反射出 反映出你內心的容量 寫下來 內心的容量 內在的容量 同工幫我們念一下 第一節第二節 你們不要論斷人 免得你們被論斷 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 也必怎樣被論斷 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 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幫我在大綱上把兩個量器圈起來 其實量器原文的意思 就是一個做度量的工具 能夠測量大小的工具 這個就有點像 我們買電鍋的時候 它不是會送一個小杯子 上面有刻度 因為我們煮米的時候 要算那個刻度 度量的工具 這個字其實在聖經裡面 別的地方也有出現 路加福音的時候 它是出現在十足的深斗 連搖大岸 這個深斗也是度量的工具 那在這個羅馬書十二章第三節 出現在照著神所分給個人信心的大小 這個大小就是這個度量的工具 所以這三個字都是同一個字 就是十足的深斗 跟這個量器跟大小 這都是在講說 我們測出我們這個容量的大小的一個工具 好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原文帶回去 你就清楚地明白 當我們在批评別人 在我們在說好說歹的時候 你們看我一下 當我們說好說歹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S光機 或者是一個探照光 一照 當你在說別人的時候 就有一個好像探照光一照 就照到你透明了 就一看就看到你的心裡面 所以一旦你在批评別人的時候 那個探照光就照到你的心裡面 人家就立刻看穿你 你面的內在有多麼狹小 就這個意思 就說你在論斷別人說 其實你一下就被人看穿 你的內在是很狹小 是不能容量別人的 是你的內心的那個容量是不足的 所以耶穌就在講 你不要論斷人 因為你很容易被人家看穿 即使你的心很狹隘 聖經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是耶穌跟兩個即性子的門徒 在一起講話的例子 同工來幫我們念 路加福音第九章 你們在大綱裡面有 第九章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那裡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 就說 主啊 你要我們吩咐火 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 像以利亞所做的嗎 耶穌轉身 責備兩個門徒說 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並不知道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說著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那一天耶穌跟兩個門徒的時候 這兩個門徒其實很有益氣 因為他發現 這整個村莊的人都不接待耶穌 所以他們就很生氣 我這個老師 你們不知道他是誰嗎 你們還不接待他 你們像話嗎 所以他們很生氣 你知道有益氣的人 其實是 那個情緒是很滿 所以他們就跟耶穌說什麼呢 他們就說 耶穌啊 我們要不要找那個留文聰來 你們知道留文聰 就是那個放火的 耶穌我要不要找那個留文聰來 然後呢 讓他放一把火把這個村莊燒了吧 你看 當你很生氣的時候 你講話就快 講話一快呢 就很多情緒 那個情緒裡面就是在 評判這些人 你看他們這些不是好歹的 耶穌都來了 別的村莊 接待得不得了 然後你們呢 放把火把你燒是醬 那你看耶穌 耶穌就說了一個很有智慧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 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不知道 意思就是 其實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就是有一個探照真 灯 X光 讓大家全部看穿你的內心 所以你會這麼衝動講話的人 你的內心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你會講這種放火把人家燒 表示你內心很狹隘 因為為什麼 耶穌親自的示範 一個寬廣的內心是什麼 他被人家不接待 被人家唾棄 還要被人家趕出村莊 你看耶穌講什麼 耶穌說 人子來 不是要滅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說著就到別的村上去 真的內心很寬廣的人 他不是一個很容易說別人 說好說歹的 阿妹嗎 真的內心很寬廣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基督徒有的時候 拜不是拜在我們的神學 我們的經文不好 拜在我們說謊 明明天國這麼大的豐盛 明明在天國的教導裡面 那個八福 是這麼有福的人 但拜就拜在我們不會講話 害著我們周圍的人 一起都經歷 一個小鼻子小眼睛 所帶來的那個問題 耶穌來不是要來除滅一己的 耶穌來不是找那些 只是聽話的人 耶穌來是要讓我們整個 戴下天國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 祂要讓我們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記不記得我們也提到 祂要讓我們做光做炎 光要放在城的上面 是要照亮一家的人 祂要讓我們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把這句記起來 一個領袖 你可以帶領多少人 取決於你內心的承載量 容量有多大 你才能夠帶領多少人 一個領袖的領導力 其實是取決於我們內心 能夠承受多少的能力 你知道有些領袖只帶那些聽話的人 然後那些不聽話他都剷除異己 那我告訴你的格局就是這樣了 可是如果你的內心是大的 你的容量是大 那個容耐 內心忍耐力的容量代表什麼 忍耐力代表 當你面對壓力的時候 面對跟你不一樣意見的時候 你還是能夠保持沉穩 保持冷靜的能力 這叫做忍耐的耐壓力 一個領袖 一個被基督翻轉的生命 如果你要發揮够大的影響力 你就需要你裡面有一個 被神擴張過的疆界 以色列書說 擴張我的境界 有沒有 擴張我的慢子 擴大我的慢子 保持讓我們心裡面 能夠不斷不斷地被神擴張 你才能夠領導更多的人 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有常常你周围的人會說 我受夠了這個人 我受夠了那個 我公司的誰誰誰 有沒有聽到 我受夠 你知道你當你講 我受夠的時候 表示你的容量已經滿了 你就再也 禁不了別的東西了 不管好的意見 不好的意見 受夠了 就是你的情緒已經到頂了 当你的容量已經滿了 当你再也裝不下 别人的情緒 体諒別人的内心 所经历的東西 你每一天都处在 一个爆炸的狀態 你根本没有办法 发揮上帝 要你发揮的影響力 更不要說天國了 连你周围的家人 都沒有辦法 看見你的那個見證 把你的好行為 歸給在天上榮耀的父 所以今天我們 看到很多的網路上的人 他只要一不高興 他就發文 心情不好 他就打字 含血烹飪 你知道他只要發這種文 立刻就被看穿 他裡面內在的容量 你其實很快 你就知道 這個人就是這幾斤 幾兩種 因為他一不高興 他就把這些都倒出了 所以今天我們聚會 結束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一起祷告 好不好 我們向上帝 做這個祷告 在十篇 一百一十九篇 我們做這個祷告 說什麼呢 我們來念一次 我們來念一次 我們來做這個祷告 你開管我心的時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再一次 你開管我心的時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今天這個聚會 我們來跟上帝 做這個祷告 說神啊 開管我的心 擴張我的心裡面的容量 不要這個人我也受不了 那個環境我也受不了 這種個性我不行 那個踩到我的地雷 你知道你 你太多這種東西 你就把自己縮限下來 所以這個人也不爽 那個團隊你也不去 那個部門你也不接 那個事工你也不想做 你有很多的這些雷 让不只是你自己 你很多的時候 你跟別人也格格不入 你一邊聽講道 你一邊要想著 就說 主啊 求你開管我的心 擴張我的心 因為真言說 你心怎麼樣思量 你的為人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嘛 你的心裡面如果那麼狹隘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就像那些文士跟法利塞人 連耶穌他都覺得不行 那到底誰行 一定要照你的方法才行 你的心這麼的狹小 你的為人就一定是被人看穿 今天求神開管我們的心 面對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有人在那邊跳腳 很急躁 受不了 但是 宣告父親郎的弟弟姐妹 當我們跟同事 遇到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心是很安定的 我们的心是坚定于主的 就算在風浪当中 有主与我们同行 你说主啊 我的心坚定于你 我的靈怯慕你 同事也会遇到這個 同事也会遇到跟我们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心 说神开管我 不要让我好像这么受限 我家人做一些事情 说一些话就踩到我的地壘 我的同事说一些话 就激起我的愤怒 No 不要论断 让我们的心被上帝扩张 一旦我们被论断的时候 一旦我们论断人的时候 我们好像一个透明的探照灯 照到我们里面 内在到底几斤几两重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开广我们的心 做一个容量更广的领袖 可以影响周围更多的人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好不好 大声一点 祝福福星堂 你们容量变大了 你们承载神的恩高也会大 你们包容性变大了 你的影响力就提升了 你不要说这个人他不会信主 那个人不配进教会 那个我不想关心 他的那个工作跟我落差太大 你有很多这些东西 你发挥了影响力的地方 就越来越缩限 所以祝福福星堂 你被神扩张了 你的包容力更大 你承载那个天国的那个载体 就会更大 因为这第一个 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 其实就被人看穿 我们里面的容量 第二 当我们要带下天国的时候 你要知道 建立关系的第一步 就是先去掉我们的梁木 不是先去改变对方 好 写下来 建立关系的第一步 不是先改变对方 是先去掉我们的梁木 第三节到第五节 我们再同工再念一次 我们看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好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其实不要只是读字句 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 要有画面 现在来想 在经文里面讲说 你看到你的弟兄眼中有刺 好 我们现在想象 你旁边的这个人 眼中被一个刺刺到 那那个刺就是 很像我们出去外面 吃那个吃饭的时候 免洗块拔开 不是都有那个木头屑吗 好 你就想象你旁边的人 现在被那个木头屑刺到 好 那他的反应就 很不舒服 对不对 好 那你就很好心啊 你要去帮他 好 那你就想 当你要帮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呢 圣经说 你眼中有一个 你就想象你眼中呢 有一个那个阿里山的神木 贯穿进去 好 好了 你想象这个画面 你的旁边的人是那个 那个木屑 那你要帮他清嘛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树干 在你的眼睛里面 请问 你清得到隔壁的小木屑吗 为什么 看不见 还有呢 还有你要靠近他的时候 就怎么样 你会甩到他的 对不对 我帮你清 他也被你那个树干撞到 所以你知道 一旦有梁木的人 其实他很少真心的朋友 因为大家离他很远 你们发现 因为一靠近你就会被伤到 然后加上你又很好心 想要帮人家解决问题 那更惨 对不对 你又想靠近别人 可是你靠近别人的时候 因为你有树干 你就把人推得越远 所以有梁木的人 其实很难有真心的朋友 在你旁边 然后你心里就又更急 他们怎么都不找我 我可以帮他们呢 他们出去吃饭 怎么没救我 你从来没有想过 真正关系的第一步 不是先帮人 真正关系的第一步 先除掉我们的梁木 这个梁木 其实心理学有一个 给他一个很精准的词 叫做确认偏误 叫做confirmation bias 这个确认偏误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 我们在大脑 在思想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 让大脑不要这么忙碌 不想要花时间好好想 简单来说就是 不想要花时间好好想 所以我们的人的 那个认知里面 会有一个简单的 处理的选择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选择 选择什么呢 我们选择回忆去收集 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然后去忽略 对自己不利的 因为我们大脑 想要简化 因为每次好好想一个问题 会想很久 我们觉得算了 所以我们很快 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种偏误 那这种偏误就是 你要去想都想 对自己有利 然后跟自己没关的 或者是你觉得 跟我的论点不合的 那你都不会去选 所以呢 你就越来越久 都是选那些 自己支持自己的假设跟想法 所以你有这种偏误的人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你会听不进去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 既定的这个意见了 那个意见是你选过的 所以呢 你就很难去接受 别人给你的建议 政治也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任何的立场 你都已经有一个决定之后 你就很难 然后你每次看新闻 你就也比较都会选 跟你同样意见的那些东西 那那就是我们的偏误 那心理学里面讲到这个偏误 大概有上百种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种 有一种偏误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盲点偏误 盲点偏误是什么 他就说 我们往往很敏锐的 去发现别人的问题 但却对自己的缺点 视若无睹 如果你先生太太坐旁边 你不用阿妹 没关系 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你指责别人都很敏锐 但你发现自己问题的时候 常常都 视若无睹 举个例子 你在公司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同事 出现一个小小的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 常常就忘东忘西 今天开会他忘记 哇 就很生气 然后尤其是对你的下属 你更是 你可以骂他吗 你就说 你怎么对公司 工作这么不认真 这样子 因为他忘记 今天要开会的一些资料 还是什么 你怎么对工作 这么不认真 好了 隔没有几天 你自己忘记开会 你会怎么讲 你会说 我怎么对工作这么不认真 你绝对不会这样讲 你一定会说 哎哟 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孩子不知道怎么挖哥 然后让我呢 就好像 真的 哎呀 抱歉啊 这个 偶依为之 偶依为之 你都会觉得偶依为之 但是你要求别人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 他对工作不认真 家里也是这样 家里 每次回家 看到小孩在玩手机 有的时候 你们怎么一回家就玩手机 每天被手机捆绑 你现在该做什么都不知道 去写作业 去洗澡 你们现在玩手机 你如果自己不会节制 懂得节制 那我就把你手机没收 我来帮你管理手机 有没有 家里是不是都是 类似这样对话 好 然后小孩才不能 不能进房间 我们一屁股坐在沙发干嘛 玩手机 所以我跟你讲 小孩就会从房间跑出来 跟你讲说 爸爸你在干嘛 爸爸你如果不会控制 要不要我来帮你管理事情 因为 你知道懂吗 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盲点偏误 就是我们看别人都看好快 很敏锐 分析别人的事情都好敏锐 自己晕船的时候 自己就觉得 没有啊 这个男生对我很好 可是你 你分析别人感情的时候 你都好 好有智慧 这就是我们的偏误 另外一种叫做什么 另外一种叫做 基本归因的妙误 来 同工帮我们念一下这个定义 我们常常会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性格缺陷 却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外部环境或情境压力 因此我们容易对他人苛刻而对自己宽容 好这个是另外一种谬论 就是我们的这个bias是在 我们看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马上连结是他性格有问题 可是我们自己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归因成是外部影响我们的 好我举个例子 这个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在开车 哇开车开车开车 然后就从旁边就突然有一部车挤进来 哇然后那一瞬间你很生气你就按他喇叭 你不只按他喇叭 我跟你讲你按完喇叭在车上会出现什么呢 你就开始碎念 这个人会不会开车啊 你的驾照去哪里考的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开车呢 你这种人就是急性子 不会可以这样子 你就是马路三宝 你就给他定义很多 这种人开车 你这种人就不适合开车啊 开车这么冲动 你做事一定很冲动 你只按了一个喇叭 你可以把人家所有的那些八字都算出来了 有没有 就是他就是个性格很极乐 你就给他定义 好隔没几天 你自己开开开开在路上 突然间被后面按喇叭 你会怎么反应 你会不会说 我就是急性子 真的今天被人按喇叭 真的求主怜悯 对不起 你绝对不会这样子 你一定会转过去看后面的那台车 然后就说按什么喇叭 敢什么敢啊 你要投胎啊 时间有这么急吗 你不知道我要送小孩吗 你不知道我车上有小孩吗 我们等一下三个来不及了 借我擦一下队友怎么样吗 有这么急吗 大家不会礼浪吗 现在台湾最美的风景 已经不是人了吗 什么东西都可以扯 因为你自己有问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 因为小孩在赶 因为学校要上课了 因为我很忙 你会给自己找很多外部影响你的理由 但是你定义别人的时候会说 那是他性格的问题 只有十个人点头 很诚实地面对自己 是不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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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帮我跟旁边说 今天牧师讲道都是在讲你 来帮我跟旁边讲 你不要敏感 我没有在讲你 我都讲你旁边那个人 你不要这么敏感 所以你知道 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片物里 分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他说这句话 他说 人们会做任何的事情 无论多荒谬 只是为了避免面对自己的内心 荣格说什么 荣格说 你看一个人好端端的 有的时候你会很惊讶 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但你不要意外 因为人只要想要掩盖 避免自己内心的黑暗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他说你看这个人 明明就是正正当当的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荒谬的事 他说你不要意外 人只要为了掩盖 逃避自己的内心 什么荒谬的事也做得出来 我们为什么我们喜欢指责人 我们为什么我们喜欢论断人 因为我们想要掩盖我们里面 自己做不好的那些问题 所以我们指责别人感觉起来 当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 感觉起来 那都是感觉 感觉起来你好像比他圣洁 其实没有 当你在论断别人 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感觉起来你好像比他优越 其实只是想要掩盖 你内心的自卑 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说别人那些事情 我们把我们学习到这些圣经的真理 我们拿来定罪别人 我们拿来说 你看你们那些非旧徒 你看你们都没有符合神的标准 真的是很糟糕 求主怜悯我们台湾 你们还在做这样的事情 当你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主的怜悯的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这些律法师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男单的单子给别人 自己一根指头都不愿意动 有的时候 那些非信徒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为什么那么难信主 真的不能怪他心里刚硬 有的时候 真的出问题的是 我们在他的旁边 没有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 我们给他们看到的 就是一群拿着圣经的真理 拿鸡毛当令件的一群人 然后指责他们说 你们没有做到这个 没有做到那个 但是其实 没有隔多久 我们自己也没做到多好 我们说话也常常会惹怒人 我们也 自己在沙发上玩手机 这都有 所以今天我送给大家三个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 爱论断的时候 胜过自己 怎么样拔出我们眼中的那个 这叫什么呢 梁木 让我们能够先除掉自己梁木的三个秘诀 我把它叫做化险为夷 就是三种对话 让我们能够除去梁木 第一种叫做花时间与自己对话 你每一天 要找到一些安静的时间 静下来 跟自己有一些对话 什么对话呢 反省你 这一天来 跟人的相处当中 有没有忽略了什么 有没有 可以再进步什么 你自己要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 那个时候 那才会让你自己静下来 刚刚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有没有还可以进步的空间 刚刚我跟孩子说话的时候 我有没有说不该说的那些情绪的话 我刚刚跟我的太太在沟通的时候 我有没有一气之下说了什么 不该说 你只有这种安静的时间 才能够跟自己有一个反思 省察 然后呢 让你自己能够看见你内心最真实的状况 那才能除去梁木 第二个 花时间呢 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人 而且可以跟你讲真话的人 可以跟你讲真话的人 怎么样呢 跟他有一些对谈 要找到一个你信任的家人或朋友 聆听他对你的意见 问问他 在你跟我相处当中 我有没有什么盲点 你可以告诉我 那你不要找那种 很相怨或者是好好先生 什么都说你很好啊 不用改 那种都不 那不是好朋友 真正的好朋友 他是会讲真话 然后告诉你说 你有什么需要改进 那可以帮助你 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盲点 跟偏误 你要定期去找这样信任的人 但是他跟你讲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 这个 觉得我没有啊 你讲错了 我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要想尽办法解释 不用 你就给他一点时间 讲出他看见的那个部分 那可以帮助你 找到一些你看不见的 生命真实的光景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 你眼中有凉目的 其实你周围 是 那个叫做什么 你是 你是 把所有可以在你边边的人 全部都推开 因为你的那个凉目太大 所以别人其实很难靠近你 很难讲真话 你需要有这样的朋友 定期 去找到跟他对话 让你自己可以发现 你的凉目 然后除去凉目 你会被上帝更扩张 第三个 最重要的就是 你需要常常的 被上帝光照 与上帝对话 透过祷告默想 读神的话 寻求神的引导 跟上帝对话的过程 当中 你说神啊 求你光照我 特别是光照我内心的那些恐惧 好 有的时候呢 你要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恐惧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你说神啊 给我力量 去面对我里面最害怕的部分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自信 然后你再去面对你自己那个自卑的时候 其实是 是蛮辛苦的 你向上帝祷告说 主啊 我要胜过我里面的自卑 让我不要只是用指责别人 论断别人去隐藏我的那个自卑 求你给我信心 让我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与神对话 就是求神给你力量 给你信心 来帮助你 面对你自我反省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不想面对的那种恐惧 因为内心有的时候蛮黑暗的 求神给我们勇气 诚实地面对我们的里面的粮目 我们才能把状况看得更清楚 真真实实 带下上帝的国度 要带下的那个恩典 临到你的工作还有家庭 所以你知道神迫不及待 想要祝福我们的家庭跟工作 就是等着我们 除掉我们的粮目 关系的第一步不是改变他人 关系的第一步先除去我们的粮目 跟旁边说好吧 关系的第一步是先除去我们眼中的粮目 来 关系的第一步先除去我们眼中的粮目 关系的第一步是先除去我们眼中的粮目 所以第一个 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 其实是被一个透明的探照光 照到我们内心 只有几斤几两重被人看穿 我们的容量 所以我们 等一下我们来祷告主说 主啊 开通我们的心 开广我们的心 让我们被你扩张 让我们承载天国的容量 也被你扩张 第二个 我们要带下天国的第一步 不是去改变对方 不是改变我们周围人 第一步是先除掉我们眼中的粮目 我们才能更看得清楚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 最后一个重点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整个过程的重点 目的 不是只是看见刺在哪里 分析刺的好坏 指责别人眼中的刺 重点的目的是要除掉刺 才是今天的重点 整个经文里面 你看第五节 同工帮我们念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粮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有没有看到 最终的结论跟目的 是要去掉 要帮助你的弟兄 去掉眼中的刺 这才是目的 可是你知道我们每天 在做很多 无意义的事情 就是一直讲刺不好 一直告诉他你有刺 一直跟他说刺在哪里 跟他说有刺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你知道我们每天讲这个 难道他不知道他有刺吗 难道刺在眼睛里面 他本人比你更不清楚吗 但是我们有个习惯 就是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你这个也不好 你这个不行 这样子 你讲多了 还是没有办法 帮他除掉刺 根本没有用 有刺掉的人 是真正能够除掉刺的人 我觉得我台语越来越进步了 你真厉害 你不是去讲刺在哪里 这样讲那个什么 刺有多么不好 然后一直批评人家眼中的刺 一直定罪人家 这个没用啊 就像你有很多妈妈打电话来 就说 子君牧师 你帮我跟我孩子讲 教我孩子 你讲到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这个内容放进去 因为我讲多了 我在家里念它 都念没用 我说 你要我跟他讲什么 你说你可不可以讲到的时候 讲说 房间要整理干净这件事 那你想想看 你每天在家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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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了二十年 都没用 你不觉得 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吗 你一直告诉他 刺不好 一直告诉他 这个不好 你做的行为不好 你没有 没有 没有 对他这个 拔掉刺 有任何的 帮助 所以你看 我们的家庭会 这么闹哄哄 我们社会国家 会这么多的问题 都是出现在 我们有一堆的人 只会说刺不好 一堆的人 只会告诉你 发现刺在哪里 然后呢 告诉你说 这个刺 这个刺的结果 讲这些都没有用 只会让我们的家庭 更多的纷争 职场更多的对立 国家跟社会 闹哄哄的 没有止息的 就是我说你不好 你说我不好 一直在这边针对来 针对去 真正的关键 不是发现刺 而是除掉刺 所以你看经文里面 那些最会讲 最会批评的 最会说别人问题的 圣经里面 统称叫做 假冒为善 有没有看到 意思就是 很多人 在那边批评 在那边唠叨的时候 还会加上一句说 我是为你好 你就算动机在为他好 都没有好 都是假的 因为这叫做假冒为生 真正有效的 是你要有办法 帮人家除掉刺 所以圣经才会说 你看那个大纲里面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 说什么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是在言语跟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跟诚实 我举个例子 今天如果我发现 荣生传到眼中有刺 然后难怪 每次我讲到 他就讲 闭着眼睛 好 那我现在要来 除掉他眼中的刺 对不对 那我又是他的主任牧师 那我们怎么做 来荣生 眼睛打开 来 现在我来帮你 我跟你讲 耶稣用眼睛做比喻 很有智慧 因为眼睛很敏感 很少人会让你碰到他眼睛 因为你靠近他 就要避要躲 对不对 所以你用凶的 说来眼睛打开 然后你手要在那边出炉去拿 有的时候手去弄还会感染 你还要找到工具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你在出炉的解决 你的夫妻的问题 跟孩子的问题 完全没有效 你用权威也没效 你真正要帮人家眼睛除掉东西 你要怎么做 来我给你讲 你要说 哎荣生 我给你讲 不会痛 一下就很快 有没有 荣生来来来 小生生 来来来来 好快咯 快咯 来我拿这个夹子 来快快 有没有发现 你要 你要用一些技巧 脸哄带骗 然后呢 再加上一些语助词 你不是这么粗鲁的 你要解决家里问题 你要解决同事间问题 不是来坐下来谈 你对我什么不爽 你说 不是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还要找到心情好的时候 然后要哄一哄 咕噜咕噜咕噜 很多这种的 因为目的是要除掉刺 阿妹吗 你用那些粗暴的方法 最后没有除掉刺 只会两败俱伤 而且我告诉你 当你弄痛他一次眼睛 告诉你 连小孩再也不会让你碰他眼睛 对吧 对吧 你就算你再有方法 你弄痛他 他再也不会让你碰 所以 Kamber Morgan 一个解经小王子 他这样讲 他说 没有一件事比怀有批评的灵 更不尽钱的 没有一件事比专挑刺的伪善 更不像基督的 只有先除掉粮木 你看 粮木要先除掉 然后我们才能像耶稣基督那样 柔和谦卑的方式 把刺除掉 使弟兄恢复清晰的势力 你发现那些 专挑别人刺的那种伪善 跟那种爱批评别人的 根本一点都不像耶稣基督 天国的教导 真正的天国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你们来学我的样式 负我的恶 怎么样 我心里柔和谦卑 只有那种 把自己放下来 没有什么自己的agenda 没有自己的想要做什么 就是去服侍他 然后 真正的爱他 卸下他的心法 你才可以一步一步 慢慢的 慢慢 还慢慢 还不一定有 慢慢的 去把那个 他眼中的那个 困扰他的刺 除掉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信主很多年 我们总觉得我们 哇 我们每个礼拜来听 子余牧师讲道 学了很多 我们回去就是 要把它做出来 你们 你们都不去听 你们都做不好 真的 我们这样子 只会用我们的良母 继续把人推得更远 真正能够带下天国的人 是 谦卑自己 把自己放下来 不要有任何的 目的性 就是慢慢的 跟他做朋友 慢慢的把我们之前 所说的那些教导 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八福 把它活出来 活出温柔的人有福了 活出哀痛的人有福了 活出饥渴木义的人有福 把那个天国的教导 慢慢活出 一步一步地靠近他 等他愿意的时候 等他情愿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 除去他眼中的字 而且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像基督那样 柔和跟谦卑 Amen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会 可以做好不好 好 我们讲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最后一个问题是 那牧师 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能讲 如果我真的已经很冷静了 然后也跟自己对话过后 我觉得 真的是他的问题 而且我一定要提醒他 不要犯这样的错 这个对他很有帮助 那我也没有这些自我的偏误 我都已经检讨过了 那我还不能讲吗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们的 我们要 我们要跟他讲的那些话 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那我们还不能讲吗 那我们基督徒到底能不能 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讲话就好 好 那我们来解决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的东西是真实可以帮助他的时候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那当你的东西要真的能够帮助他的时候 你也都检讨过了 然后也觉得对他有益处的时候 请你想这个问题 好 就是你要跟他讲之前 先想这个问题 想完 觉得没问题 再讲 先想什么问题 就是今天的题目 来翻回去看 今天题目是什么 猪可以吃珍珠吗 这个经文在哪里 这个经文在第六节 来 同工 帮我们最后念这一段经文 第六节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珠前 恐怕他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当你发现你的东西很有道理 想要 想要 确定要跟他讲了 你也觉得这个跟他讲 对他很有帮助的手 请你讲之前 帮我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想这个问题 就是猪可以吃珍珠吗 圣经里面讲到那个猪跟狗 不是你家里养的那个可爱的宠物 圣经讲的这个 耶稣举例的这个猪跟狗 是当时候在巴勒斯坦的 这个旷野地里面 有很多那种 杂实性的野猪跟野狗 是不结的 就他们是会攻击性的 很凶猛的 耶稣在讲什么呢 耶稣在讲说 你珍珠是一个很珍贵的 对不对 价值很高的 的饰品 他说 这个这么高贵 这么宝贵的东西 你不要随便给那个 他说野猪野狗就是 你不要随便给那个 不懂的是祸的那个人 因为你如果确定他不会 你觉得很珍贵 他不是觉得那么珍贵的时候 他最后会践踏这个珍珠 还会反过来咬你 意思是什么 来 我要讲完我们就一起祷告 我不知道你们有遇过这种人 你想 已经想清楚了一些 收回半天打字打半天 就是想要跟他诚心诚意讲一些 你内心的话 你也祷告过 然后觉得这些话能够帮助他 然后你还删改过好几次 正式确定这些话不会伤到他 也是要跟他讲真话 放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有的人 不领情就算了 有的人还截你这段话的图 传给其他朋友 烦咬你一口 有没有这种人 有 所以当你觉得这个东西 很好的时候 不是只是很好 你就要给别人 你觉得很好 你要先确定这件事 不然对他来讲 你就是论断他 那最后你还被烦咬一口 我们干嘛呢 很好的东西 不见得对对方也是好 你要对方也觉得很好 那他才会对他有帮助 举个例子嘛 我们有些人家里会养猫 然后我出国好几天 就想说我的爱猫 这么多天没看到我 然后回国的时候 就去免税店 阿呆阿呆买那个 免税店有很多 很高级的巧克力 然后就买了那个 高级的狗迪法来给猫吃 请问你的猫可以吃巧克力吗 大家这个是常识 猫可不可以吃巧克力 不能不能 因为巧克力里面有一个 有个什么 有个东西叫甲鸡黄瓢铃 这个很像一个皇后的名字 这个东西会让猫产生 猫颗类的产生很多这种 腹泻 发烧 呕吐 这些还有癫痫 甚至生命都有危险 你说我买狗迪法 我买什么比利时的巧克力 你再贵都没用 这对他就不好嘛 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想 我们有的时候天国的道理 如果没有想清楚 没有分辨清楚 别人会当作我们在指责他 在控告他 非但没有带下天国 反而起了更多的反效果 最后冲突更大 影响了我们彼此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要表达的时候 你回到本来的经文 我们要表达的时候 其实那个论断 重点不是不要乱断 重点是神要我们学会 分辨跟判断 分辨跟判断才是重点 你要有 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说神求你给我们智慧 做正确的判断 有的时候我们要讲话之前 就是没有判断好 我们就讲出去 今天我们祷告主 主啊给我们智慧 做最好的判断 有很多基督徒很热心 很爱分享 想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什么都讲 什么都分享 有的时候会害到你 我们的善意 若是对方没有把那个 珍珠当作珍珠 他也不会勉强接受这些好意 其实对他是困扰的 你听得懂吗 你很多时候是好意 但是对对方有的时候是困扰 你喜欢的东西 不见得别人喜欢 别人喜欢的东西 老实说也不见得你喜欢 对吧 我们有些很热心的会友 好爱教会 就说牧师啊 我最近在搬家 我有这一套的旧沙发 想要送给教会 那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 好几万块 但是我们现在搬过去 那个新家不适合这个 那我把这个旧沙发 送给教会好不好 来大家现在听 你搬家不要什么东西 都送给教会 对吧 对吧 你拿来我也没地方放啊 对吧 我不是什么东西都是 以你觉得好 对方就觉得 你要先想 当你觉得珍珠 对方没有觉得是珍珠的时候 你也不要乱给 有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反效果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什么呢 他说你要有智慧 你要知道 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无论如何 最终总要救些人 救些人意思就是 最终是要拔出刺 不是要破坏关系 不是要把你想讲的都讲 那都不是目的 总要救些人 才是真的目的 今天我要奉主的名祝福在这里 每个弟兄姐妹 包括线上还有分堂弟兄姐妹 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 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我们跟上帝祷告说 扩张我心里面的荣量 让我可以承载天国 带下上帝宝贵又丰盛的恩典 临到我的家庭 临到我的工作职场 临到我的学校 临到我跟父母的关系 临到我跟孩子的关系 上帝扩张我的心 让我不是只是拿着圣经的教导 就去指责别人 那是神先除掉我的眼中的凉目 我才能够看得清楚 并且带着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 去帮助人除掉祂的字 愿意的拍手吧 荣耀我可以给你走好不好 Amen 跟你旁边说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来跟旁边说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来 我们从未这样再起来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我们跟祂说我们越敬畏祂 就越有智慧 一起来唱 Holy Holy 河腾的圣洁 祝我要尽畏 你的一切 充满我心意 你就是我唯一的圣灵 Holy Holy 河腾的容颠 如此的尊贵 当我轻微 做的照智慧 这一刻我只想再醒 再唱一次 Holy Holy 唱出来 万能的圣殿 祝我要尽畏 你的一切 充满我心 封出了名预扩张我们 你就是我唯一的圣灵 来敬拜祂 Holy Holy 等的容颠 彼此的尊贵 大声说 那我尽微 祝得照智慧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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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万主之主 万望之王 坐在宝座上 复活的君王 我相互在你爱之下 来高举搜索上 我们开始来祷告 每个人看所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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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主说 扩张我的心 主啊 光照我 来跟主耶稣对话 学习跟上帝来对话 上帝啊 求你扩张我 光照我 当我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 改变的光照我 除去我隐而畏陷的罪 教导我说话 引导我到永生的道路 靠主耶稣 祈祈祂的感谢了名 要我们能够带下 天国的影响力 要我们在职场 在家庭当中 恢复关系 带下影响力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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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唱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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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挽住群主 往往君王 坐在宝座上 复活的君王 我相复在你爱之下 Holy Holy 何淡的世界 却我要敬畏 来 唱出来 你的一切 充满我心 你就是我 为你的真理 Holy Holy 何淡的如为 如此的尊贵 当我敬畏 只得着智慧 这一刻我 只想专心跟随 好不好每个人把手放在你的胸口上 等一下我们来祷告主 说主啊 开管我的心 开管我的心 让我对我周围的人 不再只是用自己狭隘的眼光 或是过去的那些眼光 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 看到都是很多都是那些负面 主啊 开管我的心 让我能够体会耶稣的心为心 主啊 帮助我 让我看到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 我可以更多的接纳 看到跟我不一样的家人 甚至信仰 跟我不一样的家人 主啊 帮助我 开管我的心 今天奉主的名誉 让父亲 弟兄姊妹 新的容量被扩张起来 让我们能够有 承载天国的这个载体 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 行在你的家 行在工作职场 如同行在天上 好不好 一分钟我们开口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不是为别人 这个祷告是为你自己 说主啊 不是改变别人 先来改变我 除去我的粮目 开管我的心 来 我们开口来祷告一分钟 开口来祷告 自己祷告 自己祷告 招来祷告 主啊 帮助我助教 我自己祷告 好 想让我回答 好 想让我回答 好 并且让我回答 好 想让我回答 主啊 改变我看人的眼光 好 改变主啊 改变我面对我周围家人的 那个态度 开管我的心 主啊 开口 我的心 拉住 My lips 开口 勒住我的舌头 开口 这位目 用亮 拔出在我眼睛里面的 那些良幕 那些片雾 释放我里面的那些苦毒 那些受伤的感觉 释放我 让我敬畏你就得到智慧 Holy Holy 祝我的身边 祝我要敬畏 祝你的一切 充满我心 这是我唯一的证明 Holy Holy 的温暖肉类 你死的存在 让我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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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心 和我敬畏 今天聚会的结束 我要奉主的礼物 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每一位 厚厚的涂抹遮盖每一位 特别是在这个农厚厚厚的七月 你知道很多的地方 到处 去到每个地方 他们用他们的方式 在敬畏神 但是我求主 从主宝座来的保护 可以临到你们的美味 临到你们的家 因为有的时候 当我们在看人家拜的时候 我们没有拜 仇敌很容易用恐惧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觉得好像 那我们是不是就会不够 我们的公司会不会怎么样 今天我要奉主的名宣告 上帝给你的恩典一定够用 好小声啊 阿妹吗 上帝给你的恩典一定够用 阿妹 你的家庭一定够用 你的公司一定够用 不要害怕 奉主的名宝害怕出去 主的恩典一定够用 今天我们要宣告 神的宝血涂抹这概念 让你领受主丰富的恩典 我们来唱好不好 你的恩典够我用 你的恩典够我用 大声一点唱出来 主的恩典一定够用 对你身体的健康恩典够用 对你身体的健康恩典够用 一定够用 在为难中假 对你身体的健康恩典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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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承受 祝你安典够用 祝你安典够用 够用 去到外面 我们奉祖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宣告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财务兴盛 我们的一切兴盛 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主啊 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农历七月 奉祖的名捆绑一切的恐惧离开我们 奉祖的名降下祢的平安领到台湾 好叫台湾的百事 经历上帝的恩典 够我们用 当我们要结束这场聚会 但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慈爱 还有圣灵满满的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宽管我们的心 开管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各行各业 包括家庭当中 待下天国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汉藏把荣耀归给祂 祝你恩典 恩典一定够用 一定够用 再唱一次 祝你恩典 够我用 祝你恩典 够我用 随地截然若 无法承受 祝你恩典 祝你恩典 够我用 祝你恩典 够我用 祝你恩典 够我用 祝祢恩典够我们用 相信了 拍一张把荣耀归给他 恩典一定够用 阿们 我要奉祖的弥祖父 所有的弟兄姐妹 恩典一定够用 需要健康的 今天会领受健康 需要在缺乏当中 你会经历上帝的供应 很快就要领到你 祂的恩典一定会够我们用 再次拍一张把荣耀归给他 祂的恩典好不好